各位5 Star Chucks的會友 大家好 我是Boris 5 Star Chucks的CEO 今天是7月1號 今天是Canada Day 各位Canada Day 快樂 今天也想跟大家再做一個節目 因為美國市場仍然是開市的 首先這個聲明 這個video是做教育用途 請大家不要用我的分析作為投資的決定 如果你是要做投資的話 請你和你的投資顧問查詢 今天的agenda 我們會講一講 現在的market summary 今天的market summary 也會講一講S&P500的pivot point 是哪裏 在我們的learning library 這個星期 我是教了大家怎樣用pivot point 來看市場怎樣轉彎 找到support位 還有怎樣用pivot point 作為trading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懂pivot point 你可以在我的learning library intermedia 那個section 找到pivot point的learning video 我們也會講一下DAO的seasonality 最近gold miner開始breakout 你會看看GDX gold miner SLV就是silver的ETF 我們也會看一些大的黃金股 用我剛才所講的people point 怎樣定下一個阻力位 和reversal的機會 至於premium member 我們會review一下newsletter 以及教大家怎樣trade 我們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出來的股票 因為很多人知道我們放的list performance都相當好 但就不太懂怎樣入市和出市 我在我們的網絡裏定了一些parameter 教大家怎樣trade 今天那個market雖然未close 但我們可以看到Doking C 是和其他的指數走相反方向的 而這個也是大大的股票 一直以來是比S&P500弱 以及NASDAQ也特別強的 所以造成基本上那個value stock 或者large cap stock 是underfavor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昨晚外國的市場是比較mixed的 Germany是升了0.56 而France是跌了0.19 特別在今天的市場裏面 我們也看到就是mid cap和small cap 是underperformed的 Dow transport也是negative的 那就是說 internal在整個市場裏面 不是confirm一個是bullish的市場 所以在下午收市 有機會是收市之前 可能說這個市場會跌倒下去 也不奇怪 那至於sector方面 我們看到energy是最弱的 而比較 一直以來perform比較好的 就是那些tech sector 但是那個communication sector 也是相當強的 至於今天比較特別 第二就是veal estate和utilities 開始rebound 那這個是一個good sign 因為我早期說 就是說 veal estate和veal estate 是一個保守防守的市場 是不應該是被市場 是ignore它的 當其他sector 升上去的時候 這兩個高息的市場 應該是會開始recover的 所以變成7月初 大家會看到 utilities和veal estate 是會變成 開始是比較大的rebound 那所以今天veal estate 回到20天平均線 那xlu呢 是在touch著20天平均線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月的防守類型的sector 這個也都包括這個是healthcare的 healthcare sector呢 也都回到20天平均線了 我想比較surprise很多人的 就是這個retail sector 大家可以看到 retail sector呢 是在5月開始 是outperforms&p500的 基本上在現在的美國經濟裡面 是很難去想像那些retail是做得好的 原因是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公司是不開門的 那可能就是因為 Amazon在裡面的比例 帶動市場做好 但是實質上來說 大家也知道 這個可能是narrow 就是狹窄的市場 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看 就是commodities的市場 commodities市場呢 commodities市場呢 是有整個指數今天升了1.01% 但是如果我們看它 那個正式commodities的變化裡面來講呢 是有很多sector 是有大的rally的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在這個 我們見到coin coin是升了2.26% 我們見到這個 natural gas 升了2.46% copper呢 是升了1.34% soil bean 是升了2.41% 那這個sign 這種這樣的情形 是代表說 commodity是開始動的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 sugar sugar升了1.61% coffee呢 是大升3.幾% 那我們一直以來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當個美元開始進入一個 跌勢的時候 正式的跌勢呢 會產生高通脹的 所以呢 大家要很留意這個commodities市場 是不是開始會 outperform這個s&p500 如果commodities開始 outperforms&p500的話呢 那就是說市場已經一早預測到 將來是會有高通脹的出現 在國際市場裡面呢 我們仍然是看到 有幾個國家呢 是我的favorite 就是這個 Nighterland 荷蘭 台灣 那在這幾天呢 印度呢 和巴西呢 是大升的 那麼 印度是升了2.03% 巴西是升了2.71% 是回到20天 平均線以上的 所以外圍是開始做得好 美國的 正式來講 大家如果是分散投資來講 是一個好機會的 因為美元是開始減弱的關係 那至於息口呢 息口也都是有比較大的反彈的 就是短期息口 原因就是因為息口實質上 被美國聯儲局控制 能不能夠真正長期控制 息口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聯儲局是 control那個 yield curve long end yield curve 它是買treasery 令到息口升不起 但是如果 commodity 開始升的時候 息口是跟著 commodity去的話 那這個就算美國聯儲局控制 都未必會真正控制得到的 所以這個是將來的 我們要觀察的事件 第二方面大家要留意 Bitcoin 因為Bitcoin呢 通常呢 就是比金呢 就是 lagging 就是說如果金開始升的話 下一個升就會是Bitcoin 所以如果Bitcoin能夠 一衝破一萬以上的話呢 我相信Bitcoin會見到 一萬五、二萬 都不奇怪的 至於美元 大家看到美元是相當 ugly 大家看到是這樣下去 那美元是相當之 underperformed S&P500 那至於相反就是 EUR就會做好了 VIX呢 就大跌了 VIX呢 現在應該是跌破了 這個20天平均線 因為市場這兩天大升的關係 令到VIX呢 本來是想在這些地方 是上回去的時候呢 市場將它打下去了 那我們要看一看 未來這一兩天 VIX是不是會跌回低 這個PPO以下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聯儲局在這段時間 但仍然是阻礙市場的運作的話呢 它就會令到呢 這個VIX是跌破30的了 所以現在 今天VIX已經是去到28.85了 那如果維持跌破30以下呢 那這個對市場是Bolish的 OK 那我們Market Summary就在這裡 第一個就和大家說 就是 那個Island Reversal 上個星期和大家說 OK 那這個股市仍然是 在這個range裡面波動 大家看到呢 就是在整個六月呢 我們都在這個叫做 S 就是我們叫做這個Pivot 這條線呢 OK 還有在那個R1這個range裡面 中間移動的 那其實是一個很悶的悶局來的 OK 因為呢 整個月呢 就在這個range裡面 移動了 那麼去到七月的時候呢 價錢呢 上到這裡的話 Pivot Point 是移了上去 去到3100點的 這個位呢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Pivot 位了 OK 阻力位就會是 三千 大概是三千二百點左右 二百點上一些 但是三千二百 三十點至四十點 那麼 S1呢 就差不多是二千九百點左右 OK 那麼 這個Pattern呢 可以說呢 就是說都沒有結束的 那麼 所以說呢 它來到這些range裡面的時候呢 有可能也都會受到阻力呢 那它是會跌下去 都不奇怪的 因為我們看到呢 那個money flow呢 雖然是要take up 但是呢 仍然是below 50啦 我們看到那個PPO呢 仍然是沒有任何cross over的機會 所以 沒有什麼特別的buy signal 出現在市場上 那麼可能就是PPO 可能甚至一路跌 要跌破零 甚至是這些位呢 才有機會轉彎 那麼跟著的市場 才會再test上面 但是我們要看一看 就是那個seasonality了 OK 那麼 那道瓶斯的seasonality呢 在六月呢 在整個二十年裡面呢 是最差的 所以六月呢 我們看到市場是有大的波動 但是相反呢 在七月呢 是其中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左右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相當之強的月份來的 所以七月來講 一般來講 是一個Bolish的season 那我們這個preview video 就到這樣了 如果你還沒sign up 我們的weekly video的話呢 你可以去我們的5starcharts.com呢 在裡面 sign up我們的weekly market video 如果你還沒是我們的member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membership purchase 這個地方呢 去選擇你適合你的membership去sign up的 我們自從上星期開始 就有很多的會友啦 或者是free member 都已經sign up了我們的weekly market video 那你不需要一定成為我們的member的 如果你只是喜歡看我們的video的話 你只要在這個free registration裡面 登記了之後呢 跟著你就可以 你會收到email confirm了之後 你就可以sign up這個weekly market video了 如果你是stand up member的話呢 你只要是lock in了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個weekly market video裡面 sign up就可以了 而premium member呢 是免費的 今天我們說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